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古装剧 庆余年第二季热播 连带让第一季又再次火了起来 庆余年也是大家很爱重温的经典古装剧 通常录剧过了热播期后 网布量就会停滞 就像《征欢传》 知否这种大家老爱反复重刷的经典录剧 网布量才会持续大幅增加 最近陆网也统计出 今年网布量逐年大增的录剧 Top10 一起来看看吧 观众最爱反复重刷 网布量逐年大增经典录剧 Top10 湘密晨晨进入霜 网布量平均每年新增15.9亿 湘密晨晨进入霜的重刷率超高 这部剧播出时因为壮荡 轻功爆款剧沿袭攻略 热度被拉走不少 不然会更爆 但热播期间累积的网络播放量 依旧颇百亿呢 而过了热播期后 湘密网布量也逐年上涨 平均每年新增15.9亿 打进前十 湘密晨晨进入霜 不止将邓伦和杨子 推向一线人气明星 连南佩龙一熙也一起捧红 成为炙手可热的古装男神 许多网友都觉得 湘密剧版超越原著小说 许多剧情的调整 都让故事张力更强 观众最爱反复冲刷 网布量逐年大增 经典录剧 Top9 锦绣未央 网布量平均每年新增18.1亿 唐燕和罗靖主人的古装剧 锦绣未央也精榜了 这部剧也算是2016年度的爆火录剧 让唐燕的演艺事业再闯高峰 更是让他和罗靖的多年友情 深化成爱情的契机 该剧网布量和收视率都非常好 但唐燕的剧 往往无法做到收视于口碑 双丰收 锦绣未央看的人多 但评价却很差 豆瓣评分只有4.9 唐燕在锦绣未央一样被骂傻白甜 剧中有很多如英雄救美等老套情节 锦绣未央甚至卷入了抄袭风波 该剧原著小说的作者秦简 被11名作家连鼠控抄袭 并且判决成立 这是非常严重的抄袭案 整本小说仅有9章是原创 抄袭作品数量超过了200部 真的很扯 观众最爱反复冲刷 网布量逐年大增的经典录剧 Top8 狼牙榜 网布量平均每年新增19.5亿 狼牙榜进入榜单第8名 这部绝对是神剧中的神剧 它带起这几年的全魔剧风潮 至今无人能超越 剧情高能精彩 情感细腻真挚 每一季策魂魂相扣 让人出乎意料 后续像是军事联盟系列 赫里华庭 庆余年 都不免被拿来和狼牙榜比较 但狼牙榜依旧是许多剧迷心中的第一 虎哥演的梅长素 实在是太经典了 在国仇家恨 兄弟情义的漩涡中 见招拆招 许多网友都觉得虎哥很厉害 他在20多岁时有新剑旗侠传 30多岁演到狼牙榜 40多岁遇到了繁华 每个年龄段都有超高评价的代表作 这很不容易 观众最爱反复重刷 网播量逐年大增经典录剧 Top7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网播量平均每年新增21亿 不意外 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也榜上有名 是近年的仙侠剧代表 真正堪称现象级爆款神剧 该剧的网络播放量 突破500亿打罐 相当惊人 是目前所有录剧中的冠军 虽然原著小说 深陷超西风波 但依然阻止不了大家追剧 本来赵又廷的古装扮相被嫌弃 后来都被他的演技给惊艳到 创造出整容式演技热搜死 2017年前后 是仙侠剧最鼎盛时期 杨幂和赵领都接连出演都部仙侠剧 大火后 人气瞬间往上冲 而三生三世 真的是把杨幂带到巅峰 为他拓展更广的海外知名度 同时捧红迪丽热巴 高伟光一票新演员 观众最爱反复重刷 网播量逐年大增经典录剧 Top6 微微笑很清诚 网播量平均每年新增25.5亿 微微笑很清诚 可以说是优酷最赚钱的一部剧了 在许多剧迷心中 有着不败的地位 杨阳和郑爽高度还原小说中 肖奈和被微微的高甜CP感 剧集延续性更是相当惊人 许多人看完一遍 还要再重刷二三遍 微微笑很清诚 至今仍是甜宠剧的指标 而且剧集下档后 网播量还是不断增加 是优酷重刷率最高的一部录剧 它的重刷率高到什么地步呢 微微笑 热播期间 网播量就破了百亿 下档后 网播量又增加了百亿 累计达到了286亿的网播量 其他甜宠剧和它真的不能比 观众最爱反复重刷 网播量逐年大增 经典录剧 Top5 亲爱的Ride 网播量平均每年新增31.2亿 杨子和李宪传的甜宠剧 亲爱的Ride来到第五名 这部是2019年的现象级爆款剧王 网播成绩相当亮眼 高堂的剧情让剧迷一刷再刷 主要也是杨子和李宪演的 太有魅力了 看不腻 亲爱的Ride改编自 莫保飞宝小说 米之炖鱿鱼 当初热播时 一举让杨子李宪爆成顶流 好续莫保飞宝的小说 也一步步被翻拍成影视剧 像是在暴雪时分 很想很想你和归路的 但都没有一步能达到 当时亲爱的Ride的记录 观众最爱反复中刷 网播量逐年大增 经典录剧 Top4 米月传 网播量平均每年新增 33.3亿 米月传是孙丽记甄嬛传之后 又一宫廷大女主古装剧 虽然收视表现非常好 但评价却和甄嬛传差很多 豆瓣评分只有6.1 孙丽在剧中从纯真的少女 演到霸道柔情的太后 神演技让人佩服 故事以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被称为太后的女人 秦宣太后为主线 讲述她嫁入秦宫 以太后之字辅佐秦王 利用铁血手腕 为秦国统一天下 打下基础的传奇一生 虽然米月传的评价两极 但依然是经典的大女主宫廷剧 该剧不止创下破300亿的网络播放量 更拿下双台破2.5的高收视率 让孙丽真正做到收视女王的宝座 也是大家很爱重刷的经典古装剧 观众最爱反复重刷 网不亮逐年大宗经典录剧 Top3都挺好 网不亮平均每年新增33.3亿 都挺好是2019年 话题度最高的都会情感剧 该剧和风吹半夏 黄乐颂一样 都改名字作家阿奈的小说 由专出高质感剧的正午阳光出品 剧中每个角色几乎都上过热门话题 自私小气的父亲 马宝二哥 中国式长子大哥 暖男餐馆老板 每个人物都刻画的真实 深刻 让人越看越有感 都挺好 也因为剧情实在太现实 该剧当初热播时 就创下极高的讨论度和网播量 最终后仍有不少新旧剧迷开追 该剧讲述 生长在重男亲女家庭的女主 成长成霸气 却孤独的新女性 因着母亲去世 开启一段与家庭和解的动人故事 观众最爱反复重刷网播量逐年大增经典录剧 Top2 庆余年 网播量平均每年新增48.3亿 庆余年被誉为设计狼牙榜之后最精彩的全模古装剧 重刷率非常高 绝对是精品中的精品 该剧改编自猫腻的同名小说 是一部拥有众多书粉的全模小说 庆余年上当之前 大家都以为会像是一部古装正剧 因为该剧集结了陈道明 武刚等老戏骨 并且制作水平也是大剧等级 没想到开播或我竟变成喜剧 可以边看边笑 庆余年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把幽默元素和全模斗争完美融合 追剧时还想着剧情为何会这样的时候 同时又让人笑掉大牙 真的很精彩 重点是从主角到小配角 每个人物的形象鲜活 没有浪费半个角色 都为戏大大加分 又不会抢主线 太强了 近年预计拍三季 最近第二季热播 好多人又回去重温了第一季 经典神剧的效应就是厉害 观众最爱反复重刷 网播量逐年大增经典录剧 Top1 知否知否应是绿飞红瘦 网播量平均每年新增62.3亿 赵丽颖传的 知否知否应是绿飞红瘦 拿下冠军 这部剧真的很厉害 被网友评价值得细评 再三回味的好剧 其实当初知否播出初期 评价一般般 但越这越上瘾 没有大戏大陆的狗血剧情 却让人看得揪心又过瘾 是宅斗剧的经典 知否知否应是绿飞红瘦 创了不少收视纪录 破百亿的网播量 是2019年年贯 且这部剧在下档之后 持续发酵 六年新增了186.9亿的网播量 超狂 而且知否多次在内地电视台重播 收视率竟然都赢过 下热播的新剧 《重刷率》和《甄嬛传》 不相上下呢 大家是不是很意外 《甄嬛传》没上榜呢 《甄嬛传》是2012年的老剧 当年热播时播放平台 还是以电视剧为主 所以在网播量相关的网单中 《甄嬛传》比较吃亏一点 但《甄嬛传》虽然没进前十 网播量依然惊人 《甄嬛传》播出12年间 网播量增加127亿 平均每年增加12.7亿的网播量 大家《甄嬛传》真的百看不腻耶 好了 看完以上观众最爱反复重刷 网播量逐年大宗经典录剧 Top10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是可以不沉视吗 我都现在公开到